有一點的血量 對 其實蠻考驗的WPA 有喔 CFOA有防守 在瘋狂的PIN 往下路PIN點 不想讓對方踩這個草叢 但反而WPA這裡就是 比較正常的站位了 對 因為其實一等打起來的話 一等真的打起來的話 我覺得左邊還是開優一點 因為你波比一等其實說真的沒什麼用喔 喔 先插一根眼睛 AZEF 應該是知道對方走過來了 CFO這邊很聰明 先架了一個砲台 轟雷 加萬箭啟發打到 這個砲台雖然放出來了 但沒有擋住 如果這個一等的草是踩不住的話 那這樣CFO還是有一個先三二的機會 算是有點沒有利用到 法洛斯加和莫丁格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說一等要去 可能踩對方的草叢啊 或說在下路打一個5P5 但也確實像你所說 可能打WPA還是比較怕真的打起架來的話 自己這邊會比較處於劣勢 對 除非你上路剛剛微選 是選一個就是一等很強勢的 欸 欸 先讓一個閃嗎 呃 對面不知道 沒事 對面不知道 對面不知道 沒有人看到 沒有視野 Hermis沒交閃的 但這個是要打字是不是 因為只有打字才會比較容易按到那個按鈕 可是 這有什麼情況要打字嗎 因為打字通常是可能 記對方的閃現時間 但對方剛剛是一招沒按 嗯 那比較尷尬了 沒錯 沒關係嘛 我們常說的嘛 早按早CD嘛 前面的碰撞也會是比較 但是下路碰撞要很激烈啊 是 應該是不確定有沒有 就是會需要Hermis這邊暗閃的情況 是 光盾直接開 不過其實並沒有耗到AZF跟MIST太多的血 反正是這邊衝上去 跟Hermis對換血量 但這樣子就很難打到底 因為他們自己是知道自己掃一個閃現 是沒辦法往前投贏的 很怕 所以他打分配合家講 奇怪 他怎麼這麼RUN 他們怎麼那麼怕呢 這不是應該要上來把我頭點破嗎 是 那 反正就是把刀鋒之刨打完之後 就往後做拉扯了 對 但這泡麵頭其實也玩得很好 他在自己的第三草叢有放一個 就是對方如果往前接近 也是有 也是有可以反鎖的 往前 點了兩下普攻 那MIST這邊置於也按得夠早 是 這樣就是 其實 不算這個閃現的話 是兩招換一個治癒 沒錯 CFOA的下路線 還是搶到了兩等 而且CFOA剛才的一等的入侵 下路不讓對方放爆台之外 也有去做一個防守野 所以可以更快知道 BOBBY如果是做提速的話 可以抓他的位置 上路781 兩等之後就開始壓制 戳了一下破綻 那HASU這邊 也是稍微RUN一下 對 而且781是戴上征服者 表示真的是來跟你決鬥的 不是說可能不死自我戳你一下而已 要嘗試打到底 然後兩邊打野也是在野區對撞 但是BOBBY這邊反而是有一個血量上的優勢 嗯 看起來是想交閃了 迪方直接讓走了自己的藍 對 哇一等的策劃就差距 直接拉開出來了 但交完閃之後還想再回來看一下 很皮很皮 鐵臉 還回來嗎 丟盾牌 BOBBY在扛藍buff 但是AZF是先靠的 那就是要看拼重擊吧 但很難跟瑞兒搶欸 對啊 瑞兒是有這個Q重 是斬殺線是非常的高 那Billy甚至最後連重擊都不按了 很聰明 那這樣可以再反一攤 感覺Deviral也是知道自己可能要出事喔 KINO先靠過來 而且三郎有視野 Deviral的 這邊先被Q閃暈住 在塔下吃到了刀鋒之袍的三下普攻之後 手殺是KINO拿到 而QB 沒辦法支援自己的打野 哇 我覺得 KINO他也知道怎麼玩欸 他也知道拿到AZF之後 可以怎麼去做入侵 可以怎麼做一等的攻擊喔 哇 而且打野倒了 QB這波 塔下的一波兵接不到了 哇 這樣很難玩欸 有點被中奧 但 還能再走回來 而且紅Q的 毛筆怎麼可以24CS打13CS啊 壓制有打到 對 而且打野沒幫忙的情況下 又打出了這個十幾隻的CS 算是 不算剛剛那波其實就壓到了兩波兵喔 對啊 這在一打一上 其實QB這邊已經有一個線路上的劣勢 而且QB是已經散 確實他是TP回來過的 反而是紅Q這邊又沒有交TP的 那感覺在前面的換血上 QB 哇 吃到魔眼中 再電一下 這麼厲害的 已經又要回補雷啊 這炮射波又吃不到 沒TP的 那非常的難受 QB在對線上感覺 確實是這兩把都有點難受 第一把可能還好 因為有打野的資源 這把是還來不及介入就已經出事了 是 而且 我不是真的想要吹 就是 紅Q他練腳的速度有這麼快嗎 他就是一隻腳是 欸 這 轟雷跟會心 中路突然單殺 哇 這個是一條命打兩條命 還把兩條命給全部都打掉了 是 這 其實你也沒辦法 這QB剛如果回了 那其實跟死了沒兩樣 對 那他這死了 那他是真死了 不是 紅Q的角色詞怎麼練得這麼快啊 就是 他一個阿齊爾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然後突然再拿一個賀威 然後又可以打出限殺 哇 而且是五分鐘之前就限殺 對 是 先 一趟打出TP 然後再 接著單殺 是 那這樣子 對WP來講很難受的原因 是我們剛剛討論到嘛 波比他是要 前期是不斷地去下路做進攻 甚至去打閃的 可是你如果閃線都打不掉的情況下 待會兒艾希的 這個應急常攻就是一直招一直招 你永遠就是暴露在視野之下 而且我覺得 波比會這樣子遭到限制 其實跟中路提前的被打出TP 這點也就是蠻大的關係 對 這已經是在四五分 分了兩隻紅Q 可能QB覺得不好打的英雄 但四選盲量的一個星斗拉出來 但還是在五分鐘被打TP 被單殺的情況的話 那就覺得這BP真是很難做 而且我們拉回來討論 我覺得BP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 他們選出泡麵圖就要知道 要打這個組合要搶二 你一定要有那個砲台優先去架的權力 所以一等的策劃一定是要很好的 是 結果反而是一等也沒策劃 現在是海克斯閃線出來 藍面棒雖然被B閃 但前面的QB是吃到了整套的大捲 絕望螺旋炸開 紅Q再一次擊殺了QB 而且已經有兩等的等差了 六等打四等 這有點誇張啦 而且這個是沒有TP 你中路線推完進去 又要變成一個回推線了呀 對 哇 那這樣下一波兵線 還能再從溫泉走出來 但是應該會先露個一兩隻喔 而且你看喔 你中線這麼劣勢的情況 你下路線根本就不敢吃塔 甚至你很難不斷地往前喔 上路閃線躲掉Q3 而哈鼠再扛到最後一下塔 兩邊上路 哎唷 這就是高手過招了 這邊上路的對決也是比較激烈一點 但也確實是像你所說 中路的劣勢大到的這個打野跟下路 有點沒辦法打出他們這個pick的價值喔 沒錯 而且你可以看到 就是CFO這邊知道自己有優勢嗎 畢里這邊也很聰明 直接果斷往對方的這個紅buff去插一個森嚴喔 哇 那這有點難說 這個下路其實也被耗的有點多 對 不過因為南平方是沒有閃線的 其實壓制沒有辦法打得太多 Hermis直接把治癒暗了 MIST也是環境顏色 最後破甲箭接普攻 把Hermis殺了 有喔 有喔 那這樣子 下路如果可以打開局勢的話 WPA還有得打 哇 感覺Hermis這邊過於自信喔 我覺得自己可以用自己的被動把破甲箭跳開 還是他忘記他自己閃線轉好了 喔 你說他以為閃線還在轉是不是 七分鐘啦 老哥 那QB再被中路 這裡是Bili的右邊閃出來 B了個閃 哇 那 烈絲真的已經很大了 7分半 這單人對線 贏了20隻以上 快要30隻的CS 然後拿了兩層的護甲 是 其實現在最關鍵的就是 待會兒 IC上6等之後 其實WPA這邊就會開始更難受了 哇 又頂到又是魔眼加轟的欸 魔眼這麼準的嗎 這又只剩下半血 而Devarity也是因為自己中路被暴打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六鳥感覺也要放給Bili了 我自己玩的時候我的魔眼都丟不到雷 為什麼他這麼好中啊 而且他又是他在沒有定到他的形狀 現在轟雷又砸到了QB 哇 這個技能的施放 轟Q 我真的像你所說的 不是不拿 一拿出來就是這個熟練度看起來很高欸 對 熟練度看起來是很厲害的喔 是 唉唷 感覺真的是在團練 或者是自己練腳的速度都是很快的 因為這個中路算是被打到生活無法治理的 這波想嘗試壓一下TP的起身 但是大雪丟的有點早了 嗯 超一句Chowy所說的 欸 請說 就是台灣人不能吹 哈哈 不能誇 你說吹了這個大雪就直接放了 對 對 因為剛剛看起來已經是 唉唷 在死神面影打到轟雷 然後這次沒中了 沒有啦 畢竟你也不一定是不能吹 或者是QB這邊TP的時間好嘛 對不對 對對對 還在抓了一個可能那個惡禍比法還在轉的時間 確實 但是剛剛也確實在丟魔眼的情況下 如果大雪稍微晚一點等確定定到再丟 或許是有機會這個 因為他丟的那個位置是TP出來一定可以定到的 欸 對 那就只是說你大雪釋放時間要怎麼去釋放嗎 感覺是丟得太早 但是下路已經把藍牌給收回來 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好像是躲掉了 法洛斯板住了 對 躲到法洛斯的大 是 那回來的話剛好這沒有被打到 Diviral跟Billy看到對方 但是Billy6了 Diviral還只有5等 波比有閃現 這裡被緩了半血 那還是能夠成功撤回 隨便但是突然的RW閃 吸住了兩人之後 Diviral還有300滴 又吃到了一發的毛 那現在還是還能夠持續的回頭做蛋 破甲劍拉弓 最後是被Billy扭掉 但比較可惜了 這波能夠反上的機會沒有達到 但是痛苦失扯 一波的QE又打掉了ASF的血 那沒辦法被暈住 交了光盾 持續的被緩速 兩下的普攻進到草叢 從拉扯視野破甲劍貼臉的出手 還接連的還要再打Hermas WP在這邊 你看波比只要往下靠 剛剛波比基本上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他就只是幫他們扛傷害 可是法洛斯跟泡米頭的傷害 就是可以去拉扯這兩個人 是 有說這個傷害就是有 上路再一次的對打 不過這次在塔下781 是被哈蘇單殺了 不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有抓到這個 W在CD的時間 W在CD的時間 哇 那這上路就有點 沒辦法了 這一拚是一個後選的菲歐拉 但已經 兩次在塔下被耗到殘血 而且這次是完成單殺 是 看一下殺路 我覺得這波比第一時間要打 是因為他知道法洛斯 是沒有大絕的 然後波比這個時間點 也把大絕的 技能給丟掉了 是 哇 那反而是 其實兵力吸進去的時候 剛好後面的Hermas跟藍牌幫 都被 漢木定格給卡住 對 沒辦法去補輸出 那Devourer沒有死 變成這邊是WPA下路線 知道自己有反打的機會 是 而且AZAP的手雷很準 對 每一發都有命中 而且剛好父親都有砲台 是可以去針對的 是 然後最後貼臉破甲箭 秒放 對於 藍牌方來說沒閃是沒機會躲掉的 是 我覺得對於最後來講 如果真的要往下打的話 看要不要帶紅Q一起來 就是帶紅Q來的話 其實WPA的人員 是一定要往後撤退的 是 而且紅Q是買爐燈 這 不像是可能比較穩定 或說要疊時間的這個吃天使喔 對 我覺得主要也是看到對手的 就是 都是手比較偏短啦 那相對來說 沒辦法秒他的情況下 他前面優勢有這麼大 所以就果斷選擇出出出裝 對 我覺得後者可能大一點 就是那優勢太大了 再出這個大天使的話 還要再去疊水滴的時間 反而可能對他的壓制來說 比較會拖到時間 沒錯 所以乾脆就是持續的壓制 是 11分鐘其實已經點到快要把第四層也給拿下了 對 我覺得Billy這邊也換個想法嘛 就如果下路那麼不好game 反正就一直來game中 先把這個動態給拿了 也是一個很好的決策喔 而且一直的起線 紅Q這波扭掉虛弱潰散 雖然被砸到 但是其實Billy就在右邊 已經是十等打八等了 對 還是維持著兩等的等級差 很難gank喔 紅Q這邊就是看到人 基本上只要扭掉QE就好了 但MIST是吃到冰箭之後 直接被對方的雙色手給秒殺 AZF還想要回頭再打 有一個超大升級過的砲台 一個打兩個 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再往前的追擊 藍妹方也沒有寫灰星打得去 但剛好用命運呼喚 躲掉了灰星 但衝出來的同時也被AZF擊殺 但從後面殺出來的Billy 也是讓AZF這邊沒有辦法持續的存活 對 差點二換二喔 哇 光燈好可惜沒開出來 嗯 但我覺得最可惜的是 其實砲台 大砲台的時間好像比較晚一點 就是已經是等到法洛斯死掉之後 好像後續才開到的 是 但上路這邊也是哈蘇被GANK到 交了閃線還想要拉扯 但有紅BUFF的緩速 再一次的移行之體上前 閃線想要硬砍破綻400塊 由7、8、1這邊叫兄弟來 把哈蘇給擊殺了 OK 至少要緩和一下這個7、8、1的發育喔 看一下 哇 是帶治癒的 不是帶進化 所以突然被冰箭射到 其實也沒有什麼操作的機會 對 但確實也是 法洛斯死掉完之後 這個大砲台才叫出來的 那 時間點也是有點偏晚一點了 是 可能剛剛在游移吧 因為如果是 呃 升級的手雷 然後 是可以幫忙暈的 對 感覺是在這個 想法上面在思考要怎麼丟 對 猶豫了啦 對 AZF走過來 在河道上 HonQ帶著一起下來 這是一波的4-2 MIST想要先防 但是解構已經要騎了出去 運作了MIST 而左邊的HonQ 已經拿到Killing Spree 塔下的MIST 也被Hermes給擊殺 CFOA開始加速了下半部的節奏 沒問題 因為這波往下Gang 就是想法很好 就是知道自己HonQ 有一個先推先動的機會 所以下路來看看有沒有過半的人 結果FIT抓到了 10 5 那WPA的話 這下路 比較算前面有優勢的地方 其實在這兩次的包夾之後 其實也被 對方的雙射手 給都有拿到人頭 對 優勢也沒了 而且現在最痛苦的是這個 辛篤拉 她是跟上一把一樣 她是沒有地方可以發育的 是 要再限制Devourer的發育 三個人走過來 但是這個波比其實 意外的有點坦 並且射到 但還是有成功的推牆 但HonQ的感到 先將對方的Devourer給擊殺 但這一推 接超能解放 傷害其實還不錯 但是QB 吃到絕望螺絕 請到下HonQ就像個戰士一般 一路的向前走 再一個Q 最後的四神面影 Triple Kill AZF 現在是最後 接近滿血的Homdinger 還想要再硬換血 硬換對方的人頭 架了個砲台 但身體已經抬掉 身上還有一個攻盾 但他沒有閃現 被限制在了藍坑裡面 最後貼臉又是一發的火球 HonQ 拿到700的戰績 哇 已經Got like了 好誇張喔 而且剛剛看到艾希兵艦到之後 他的QW傷害是真的很高 把波比直接給秒掉了 對 而且HonQ真的是 他基本上就如入無人之境 他一個法師 就直直的走到對面的臉上 丟技能 然後WPA完全拿他沒辦法 是 但WPA這邊已經算 人頭換得不錯 因為他們是很劣勢的嘛 基本上也沒得發育了 所以對方要跟他們打架的話 他們也是很想要打的 那這邊其實 星多拉也是直接閃現推 至少有把剛拿到的人頭 給拿到 哇 少拿一顆 所以剛剛那波是三換一啊 是 這個 應該這樣算是四換一啊 四換一啊 那這樣很虧 然後畫面回來是 雙射手轉到上路 把Devourer殺掉之後 並肩再留住781 但781很能在滑回塔下 對 又死了一次 我剛剛以為Kino是有死的 但這樣看起來 那這樣沒有很賺耶 就只拿到一個人的 畢竟星多拉像你剛剛說的 法語戰太差了 是 他真的輸賀威太多 這時間點過來 打了一波爆發 但沒有辦法把藍北方殺掉 對 看能不能限制HonQ 不要讓他回家 一千塊喔 這波領到是 可以有機會 改的嗎 但是EQ閃 扭掉霍亞劍同時 但是死神明沒有打到 有人來救了 那幾乎是全部的技能都扭掉 扭掉飛彈 扭掉手來扛塔之後 反而是AZAM先倒了 而MISS的最後是選擇送塔 不讓哈叔跟HonQ拿到他的錢 對 這個一定要殺啦 這個也沒有太多機會了 這一點點血的人 一定是要制裁一下的 完蛋 那這波想殺沒殺到 這個賀威已經又多 添一顆人頭800 這遊戲好難玩喔 15 一樣又是15分鐘 16分鐘的時候 拿到兩件套 是 而且CFOA雙射手 由於剛剛對方大部分的人 都在下半部的關係 一路把二塔都給推掉了 沒錯 哈叔 這邊是QB跟Divore想要來留 但留不住 直直的向後 那CFOA才短短的16分鐘 就已經把境界的差距擴大了8000塊 對 而且賀威現在已經兩件裝囉 現在右邊的 基本上任何一個 就假設有坦的人 是完全看不住這個傷害的 是 這一個12等的賀威 恨行無阻 對 那看到誰就直接往上走過去想丟技能 我這把的他就是像你剛剛說的 真的就是 接下來玩的稍微隨便一點 都是可以接受的 對 而且我覺得CFOA這邊 因為他們昨天其實打得很聰明 是 他們知道說這個是打不到四條龍的話 他們是會直接去做這個 比較激進的推塔動作 反而不會來控這個小龍喔 確實對龍魂的節奏壓制沒有那麼大 他們大多數還是在 不讓對方發育為主 去限制對方 但這邊想要在 抓對方不視野的時候 WPA這一推沒推到 看一下CFO有沒有想要 直接浴室的準備來叫中 或者是再抓一下邊線 這邊就是可以去做中下線的拉扯喔 在暈 Diviral 這還算滿滿的 但是連兵艦都打的話 現在三個人想要殺有那麼一點難 多多連鎖 最後沒有綁到 但HomeQ在邊線 又單殺了一次QB OK 78E上路 尋找一個單打的機會 這是唯一還算持平的一條線路了 對 78E這波就打得不錯喔 我兩邊都有九頭蛇 但 中路 這在下路的二塔交出 預示者但是WPA想要來抓Hermis 閃線交了 有一個披風的效果 加速往前彈 有球果 這一推沒有被釘到牆壁 不過守護者才覺得 擊飛閃線過槍 苦敗劍雨 最終還是射穿Hermis Hermis的閃線 這幾波 這把看起來的話 閃線要嘛就是扣得太實 要嘛就是交得太慢囉 不然就是交得太早 第一分鐘 一分鐘就交了 三種使用方法一次滿足 一次滿足耶 不錯不錯 看一下QB 這應該是把 魔眼 沒有了 這虛弱奎扇其實也有 但第一時間沒有選擇交推 對 其實這個魔眼吃不吃都一定會死的喔 但畫面回來是哈蘇 在78E壓塔的同時 把對方單殺了 對 完了就是各種的單殺 其實在這樣子 被單殺完的話 其實三條線都沒有優勢了 WPA 這不管是法洛斯還是菲歐拉 剛剛過的還算可以 現在都過不去了 對 那CFO這邊又空到這條小龍了 反正待會就是 巴龍接下來要出了嘛 其實對於 WPA來講的話 他們的巴龍壓力是很大的 看一下 扭掉Q1 Q2沒打到 Q3也沒中 但是 掛到鏈子 然後又暈倒了 貼到牆壁上 對 沒有砍到最後一個破綻 哇 其實78E剛剛那邊的A閃 他已經 他已經 嘗試一秒四破 畫面是有的了 對 我已經有看到他殺人的畫面 但是 這邊 反而 阿蘇應該也是很理解菲歐拉的選手 對 閃現直接貼牆喔 但Divide這邊推了一下 不過還是被迷迷呼喚給頂了起來 四個人 爆扁 藍配方拿下這個人頭 這就是現在優勢太大 你WPA人員如果要來做視野 都是會直接這樣被借一套喔 哇 那 這上路想拚操作也沒機會 我其實 真的已經算盡力了 78E也是知道 就真的 下半部的劣勢太大 他如果不上去拚 那真的也是沒有任何在 有拿到優勢的機會 但這一拚下去 沒拚到的話這把估計是走遠了 是 而且CFO這邊的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 就是在有優勢的 賀威的情況下 他們的服役都會來幫忙 唉唷 一起做視野 他們這個基本功就做得很紮實喔 這裡是 算 比較絕望的嘗試了 推到 78E也趕到 已經全招ALL IN 但是HASU開了大絕 還有半血可以往後走 這邊想要反打 他QB有閃 這邊 頂尖對決 這是四破砍出來 但是傷害不太夠啊 雖然這次被你砍出來了 但是 反正我已經進塔了 是 這個回復的效果還是有在 HASU能夠成功的唱RECALL 而20分鐘CFOA準時開動巴龍 HONQ 再來卡人 再直接把Devoured趕走 那這巴龍 目前吃的速度 並不是到特別的快 但是因為 沒有人來阻止 沒有人來嘗試試探的情況下 可以慢慢吃 對 而且主要是視野真的太難做了 這兩個人一直卡在這邊 HONQ 反而不用隱藏自己 HONQ站在這裡 對方就不敢走進來了 這兩個人就可以卡住這個口水 是 在萬間啟發 Devoured 不知道對方吃的速度 到底多快 有個魔眼 可能覺得差不多了 但是這邊是全招灌在了AZF身上 還有光盾 能擋一下 轟雷電死了 Legendary 第十顆人頭到手 巴龍終於是被CFOA吃掉 哇 這兩個人是巴龍的守護者 不讓你進來差做視野 而且甚至兵箭都還沒有交 就已經把對方趕走 沒錯 QB這把 很難說 這只有一箭半的 新斗拉閃開 但是兵箭跟瑞爾的配合沒有很好 反而MIST有機會交出閃現 但轟雷 差一點 這再少走一步 MIST就掛了 對 然後現在因為剛剛吃到巴龍 中路超能解放 蓋在HERMIST身上 DEVILLE的最後的戰錘衝擊 成功的收下人頭 但是BILLY過來要把兩個中葉都給留住 哈蘇翅膀張開 往前P了一刀蛋 人頭先被HONQ搶走 但再推了一下HONQ 殘血沒有死 反而是鳴盡止水的護盾 拯救到了自己的性命 那向前開展 箭魔滅士 哈蘇已經DoubleQ 被多多連鎖給綁束 但是在扛塔的他 還是能夠維持著半血 拉出塔外 WPA 是完全守不住CFOA的攻勢 有點難受了 南北方 有光盾 光盾扛住了最後一下塔 對 哇那整隊看起來只有HERMIST沒有玩到遊戲 對HERMIST感覺整場就一直被整隊的感覺 是然後因為自己閃現的釋放沒有很好 但AZAP 吃到絕望螺旋之後 就被CFOA四個人合力斬殺 是那這樣看起來是一波囉 要直接用這一波的巴龍結束遊戲 22分鐘 22比7 WPA 這邊再釘到QB 好像又要掛了嗎 看一下他最後的轟雷 最後沒有選擇打在QB的身上 可以繼續拉扯了 但是在剛重生這邊 順骨大的拉到 Q1砍到兩個人 雙牙都已經殘血 七八一選擇砍了出去 但自己吃到了鏈子 後方有一個繞背 先這一推 現在超能解放把後Q跟藍背方 全部擊殺 但是Billy跟哈蘇 還能再往前 Hermes重生的趕到 還能再支持著CFO往前嗎 但是狀態已經都不太優秀了 對 QB這波有帥喔 至少不是整場被壓著打的 就還是有這種TP落後 然後去制裁的一個畫面喔 好啦有玩到有玩到 對有玩到有玩到 這波推確實推的好 而且是有領到賞金的 沒錯 這1000塊送出去了 但是 看後Q的身上賞金還有600 那是真的很多錢 對 而且CFO這邊的領先實在太大了喔 就待會回補後 欸 這邊有一個人 QB好像 閃線要交了吧 這波 可以 這波就是 會活的閃線 對 閃線交得很好 那這樣就是四種閃線了 四種閃線 現在是交了一個正常的閃線 對 這種閃線交最好的一次了 那 現在巴龍還有是30秒鐘的時間點 還可以再重新的集結 用下路的兵線去做推進 這也是唯一剩下 那一座塔了 但是兵線先抓到了AZAP的位置 有光盾也沒辦法存活 哈蘇拿到自己的第六個人頭 WPA只能賣自己的輔助 而Kino甚至是用閃線想要硬去留人 但自己吃到了一發破甲的劍 也稍微往後拉扯一下 等到下一屋的兵線推進 但是沒有人在推下路線 現在是反而走回了中路 就推到了QB 那 藍兵方這邊掉到殘血之後 比利騎上了牆 但是被Divora給定住 不過 即使是攻勢非常的猛烈 WPA還是沒辦法去守住這一波 門牙全眉 全部人都灌到了主堡前 最快AZAP這邊已經重生了 但是指點主堡 CFOA就會能夠拿下這場比賽 23比9 在24分鐘 拿下了上半場 BO2 2比0 哇 這一馬又是 WPA